慘了 我四次坐在这儿 傻坐了半个小时了一条弹幕没有 隔墙幼儿 这也是脑里的动静可能幅度要大一点 还油然天成哥哥 想想今天晚上要兴奋 你刚刚都没玩你兴奋什么 你兴奋什么 还没有完呀 你昨天跟我说今天今天又说明天 到明年 你都别笑了 不是 一日复一日 你做事不就是这样吗 明日复明日啊我学你的呀 他说还没完明日复明日 你做事就是明日复明日啊 昨天晚上我在床上 我跟他说 我说完了吧 他说明天晚 感谢榴梿哥的小话家 今天我又说满心欢喜 他又说明天 他又说明天 这人的性质呀 一下就没有了 真 没意思 没意思 哥哥们没有意思 感谢榴梿哥的小话家 晚上还是看看那 钓鱼呀 什么洗地毯啊 掏耳朵呀 挤那个满虫呀 还有意思一点 我们这我们这没有二楼了小树哥 你看过的没有 你没有看过 我当然 肥瘦都有 你说肥瘦都有 我就想到今天那个小鱼小鱼吃虾米 他们开了他们在他们在泰国 开了两个车出去叫了三个三个陪玩 结果都还那真是还肥叶兽 真的刺激 我啥时候推给你看呗 你看不看 刚 我刚想说听完当地转了 你关播就是屁股都是屁股 没有 最近都是抱着睡的 最近都是抱着睡的 今天早上还叫我呢 我说你大人一般回来玩 你让他叫叫叫啥叫 我批评他了 然后他又发脾气了 用那个 他本来那个骨头很细知道吧 用那个手指 撞我一下真的把我把我这个地方 撞纸了 你说他坏不坏 盘子洗完了 盘子洗完了 现在在拖地 现在在拖地 没有盘子甩了 阿改他们说你会一盘子摔我脸上 你会不会你舍不舍得 我整天一脚直接把你吸汗了 让你再说说说说说说 这样你以后只有两条腿 我爸本来就只有两条腿了 你爸本来就只有两条腿了 他说你本来就只有两条腿了 你本来就只有两条腿了 对对对对两条腿 对非常对 我妈一三条腿了 而且现在我爸还有一条腿了 你 你不是要帮我爸复原策吗 我爸还要腿瘸了 哄堂大笑了家人们 哄堂大笑了 我跟你说李世川 你要是再晚来两个月 你就你就有个妹妹或者弟弟了 你你是提早来了 你你你要是再离开我们 我就跟你我就跟你 我就跟你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你离不离开我们 啊 要妈妈生呀 反正我离开你们我们到哪去呗 你离不离开 不离开吧 我离开你们我又没有好处 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武汉不是有两套房吗 三套 啊 你也不离开我们 他说了离开我们又没有好处 住的地方都没有 又没人管他吃又没人管他喝 没有好处的是谁做的 你你日日哥说离开我们就可以播原神了 啊 离不离开啊 也不离开 你不离开啊 他他玩原神 那个他可以跟你组队吧 小叔伯伯说离开了你可以开 你可以开直播了 我现在又不得他喜欢玩原神了 老太天不玩原神了 不是我说不得他喜欢你 你三你三人爷爷说不离开天天挨打 天天担惊受怕 哈哈哈哈 他说没事问题不大啊哥哥们问题不大 那都是小事 完了手机摔坏了 坏了没有 巴比Q了 这信号不是我摔的哥哥们 钥匙是我摔的 今天晚上真的屁股对屁股摔了 我跟你们说 还要搬一床被子 两个人隔开睡 赔钱 他们叫你赔钱 赔什么钱 把他们都摔到了 来来来来我赔 把直播间12万人都摔到了 你看你抽烟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你这一点我也要说了 那你为什么刚才不跟我丢进去 我我我我 你他妈说话就说话 总是喜欢拿手这样指的干嘛呀 那是你孙子指的 你他妈指算一下就算了 你对我也这样指 怕你不想活了 总是说话拿手这样指指指点点 这叫什么 欲加之罪 何患无止 你他妈你拖过地吗 你天天不不不搞 就妈做个饭 还每天妈的吃宵夜 哪一天正点吃过饭 当他知道这个烟烟灰 是他弄的时候又开始说 别的 王哥哥出来了 等了一晚上 终于等到了 舒服了舒服了 我们俩打架 摔着喇叭 我们俩怎么会打架呢 帮我 我们俩怎么会打架呢 帮我 帮我 你爸爸打我呢 他打 他打 没有打呀 他刚刚打我了 我不是听到打的声音 你刚才没听到啊 我爸爸打得急事 帅了 你变了 你变了 你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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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试一下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我一喊你 你马上冲过来打他 你现在怎么就变了呢 我帮你打 我就变了 你废了什么 我帮你撑腰啊 你废了什么 真的 你变了帅子 你为了居然怕 挨打 你不帮我 好汉不吃眼前盔知道吧 要学会保护自己 他妈的变了变了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男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 他说他打不过 他过来他就死都很惨 气死我了 以前都很勇的 那我怎么说 要把你打过一次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这叫 这用武汉话说 就是死到何了 他说被他爸爸打过一次不敢 你是不是死到何了啊 哎呦不行了 我要晕了 我冷了发塞 我连三十六度都没有了 你没做事啊 你做一样事 你看你还有没有温度 我刚才炒菜不是做事吗 多久没动啊 你拖一下地吃一下 我让我们全都是汗 下去跑两圈 我脚跑不了 走两圈 换人拖 我拖他要瞧不上 不知道 有洁癖的人 你不能跟他 做卫生这些事 放着放着放着过来 我连三十六度都没有了 你们刚才看见没有 我刚才看 我刚才给你们看了 对吧 那 妈妈 我要知道有你跟我吃呀 我肯定打开呀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不想听 看见没有 这是我刚才的温度 三十六度都没有了 马上低温震了 我感觉我要病了 甩一下 刚才四三十 爸 你今天说好有病了 我们照顾你 你不知道可以打吗 我 我是甩了测的 然后我就把它放放进去了 我就没甩 现在温度三十六度正常呀 为什么呀 三十六度以下不是低温度 三十五度 你在这里紧紧紧紧紧 再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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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十六度 我真的做日子冷得大白子 你看我甩了 嗯 这没下来了嗎 这不停的摔了 撕下来了 吃下来了 不过我发烧的时候 我温度计甩不下来 我觉得可费劲了 就怎么甩也甩不下来 那你以后也别叫我管你啊 你每天吃喝拉沙你都自己搞 你也别叫我 我知道沙利亚说这个 你才35度那你量的更快 游点哥 测一下钢温也可以要不要我帮你测 同意啊测得准 连狗都是测钢温 那狗没有血加物啊 他还加不住啊 能加住啊你打开你也加不住啊 你何能去才能加住啊 你在外面我是在家里啊 我坐着冷坐着打摆子 知道吧 我都不敢深呼吸 他天天他妈的像他这样天天测 他妈没有那么多东西测 他天天都觉得自己发烧了 昨天也是说自己发烧了 你妈一摸头都冰的 你摸头我现在觉得我头好烫 我看着你就我就觉得恶心 你知道吗现在 鸡皮鸡皮疙瘩 冷得打斗 过去过去过去 我家里跟外面没区别 还是有一点区别 区别还是有的 你今天还 你今天还用那个拐子拐了我一下 我把他打死你 你快点死 不要跟我说 说我什么大多年 说话不吉利 你天天他妈的就是欠 你知道吧 你就是欠 我真病了 他都没有洋男奶子获疑症 没有洋男奶来的后遗症呢 说不定我是无痴状的 我真有可能我已经洋过我了 知道吧 你他妈练到半个月了 你烦不烦啊 我他妈又多要被你练死了 我了 你他妈你真的年纪大了 你这还才三十多岁 你他妈像你外公以前那样七老八十 你他妈磨死人你要 我那时候要把你踹出去 烦人真的 天天他他从小他妈都说 他拿个废子当个包 就是喜欢这样 他就是喜欢这样 没事天天也在那念叨 说自己不行了 怎么怎么的 他妈都把他看穿了已经 你死不死了 不是 我不想死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又想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就是虚 真的很虚 我是真的很虚 不是你天天在狗场你搞那么久干嘛呀 你是在干嘛呀 天天煮狗事要煮一下午 你下午看了我只不过没有 我看你个屁 我看你 我看你个脸 看着烦 我看你 就坐那呀 狗子煮在你坐在那里 看手机 你又不是天天做卫生 你怎么每天就搞一下午 天天这两天以前都是六点多回来 现在天都七八点 回来而且菜还没买还要去买菜 我今天 你起来走走 你腿软不软 怎么不软呢 起来就跪下了 我好冷 我觉得问题是好冷 冷死你 常人了 常大衣了 三爹最喜欢说的 常大衣了 家里这边的瓶子 那纸壳子都要从配线 拉回大臀去给大姨 厉害不 这边的瓶子还要让我拿袋子装起来 然后纸盒子都弄好 然后他开车 带回大臀去给大姨 那里点完的泡都给大姨了 放的烟花都给大姨 大姨可太喜欢你了 还有两分钟 带来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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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烦死了一天天的 带我做什么运动 他这个人就是气了 你知道吗 一直骂到他妈闭嘴 一直 才行你知道吗 骂轻了他都不带行的 活塞运动 我 我不需要你带我去做 那东西卖的可惜了 他虚个屁你听他的 他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他就是这样天天的 要谁要活的 他妈活的比谁都差 我肯定没你活的差 我身体不如你 你没发现我现在身体很差吗 是啊 我他妈以前拖地哪 这种冬天我还出汗 你就穿了一件衣服外面套一件这个 我就穿了一件 就这这几天一拖地就出汗 一拖地就一身汗 那个厨房今天那个油那个烟出来 你不知道都飘到卧室去了 我的妈呀 他开了直播不能关厨房门 一关就没信号了 你在搞的到时候床上都是油烟 你知道吗 在以后在厨房里面就用 就不用wifi 那你这样信号会断 他那个油烟机不行 他那油烟机是卖四个百次 去滑雪啊 脑里别的不行 说实话 脑里个子不高知道吧 那个平衡力还是可以的 这一点我还是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嗯 那肯定平衡可以的 从小练体操 个月不高 那肯定平衡好呀 我小时候是练体操的 怕你不知道跟你提水那个 不会敲二两腿 你们会敲二两腿吗 他不会敲二两腿 不会敲二两腿 我觉得敲二两腿是个很正常的行为 他居然不会 奇怪不 不会敲二两腿 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 去打屁股针打多了 你们可能就是90后 你们可能都没有打过屁股针 知道吧 你也不会 不可能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不会敲二两腿的原因是因为 我小时候屁股针打多了 我现在有这个 你们不会敲二两腿肯定是因为太胖了 臀肌乱缩症 知道吧 你们可以去百度一下 这个臀肌乱缩症 就是因为以前屁股针打多了 会引发这个 到后来你们90年 包括00年以后 就是90年以后都不打屁股针 好了 紧夹着干嘛 夹上瘾了 我来看 臀肌乱缩症 妈的36度2 还总说自己36度不到 36度2 他真的他啥事都没有 天天说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妈的天天要死要活的 我都记坏了 你们你们可以 你小时候经常打屁股针 你可以你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得了那个臀肌 你有没有那个臀肌乱缩症 他们是因为太胖了 那王哥哥他也胖 你怎么知道王哥哥话 王哥哥说了呀 他多高多重 日是怕 日有两个王 我觉得敲了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怎么会不能敲呢 三爹也不会敲吧 会 三爹也不会敲 三爹睡觉了吧 应该 快11点了 三爹居然还没睡觉 不养生了呀 再给两个小孩洗澡 快11点了 不养生了 前几天睡得可得早了 9点多就睡了 我小时候每个星期 基本上都去打一次屁股针 真的 我都没打过针 我从来不生病小时候 身体可好了 那个臀肌乱缩症就是什么的 就是屁股 要不要把裤子脱了 不用 这两边的就是长得就是像那个筋膜一样的知道吧 然后把那个臀部和腿部这里就是拉到一起了 长不开 所以我个没长起来 要不然我妈的估计得长1米9 没有 你们听她说话是不是妈的 还没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把裤子脱了释放更生动一点 我说了他们都能懂 听不懂吗 那释放的不够准确得要准确释放 骑了8年自行车上学 我们以前都是自己上学走路去 连马路都不用过 走10分钟 然后上了五六年级就每天走路上学的时候就在巷子 找一个小巷子就抽两个人再去上学 哎呦肚子好撑了有点好想 你们去摆路一下那个臀肌乱缩症 我都是坐715啊 538 538我熟 我坐了583 583不是538 583 724 我们都是坐电车 一路电车三路电车 是吧三路电车二路电车 然后坐577 怎么你熟了 他以前上班 跟你住的地方差不多 他在那个黄泉路上班 你知不知道黄泉路你知不知道现在改名字了 以前叫黄泉路 是吧 不知道 在你家附近 我高中买了一辆自行车 骑了没多久 就被偷了 我家人就再也不跟我买自行车了 然后就每天 坐公交车上下学 但是我那个高中离我家 属是有点远 几站路啊 二十七路 陶嫂街 黄浦路 解放公园 解放公园 解放公园路 有五站路 我骑车要骑五站路 我骑车要骑五站路 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六站路 解放公园然后解放公园再往前面走有个解放公园路要转进去啊在那个市委那条路 解放公园路里面那个 解放公园路里面那个 现在叫玉才以前是18宗 你知不知道日人 这是我跟阿改相识相知相知相语相知的地方 3天是走了吧 3天是走了 我以为他退出 看口不熟啊 解放公园是解放公园 解放公园路是解放公园路 解放公园路在解放公园还前面一站 知道吗 既然有贝林顿去修了 是眼睛呢 没修出来 车里面才能看到眼睛 在解放中学院那个口子那里 我不是让你知不知道 就是3天路里加桥 走得很安详你别担心 你说3天走了 你说的 我说的吗 你说的 3天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3天每次他出去他也是进来的那个 你们都不会 你们进来就是进来 出去就不提示 3天每次出去他也提示 出去也是欢迎 3天进入直播间 3天现在明显身体变好了 你看今天11点了还没睡觉 3天来都没咳嗽我了 前几天都是9点多就睡睡觉了 身体变好了逐渐恢复了 他能不能给我靠呀 你干嘛 你干嘛你上床了 他嘎懒他上床了 出去怎么提示 就跟进来是一样的知道吧 所以我不知道3天就是没一次提示 我不知道3天是来了还是走了 要看这个贵宾洗衣 你可以让3天3天等一下啊 3天你是不是设置的设置了什么的 来3天你退出去我我照一下 有bug我不知道 来3天你退出去我我试一下 我我我拍一个让他们都看到 爹3天 这没有提示呀 哦他是绑1是从右边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没有提示 这一次没有提示 我还是买那个纸正好可以铺一张 不是他是日绑1 你这个黄色的壳看着像保时捷 这个 这个是后配的 这个哪像保时捷 你是没看到3D的保时捷 3D竟然去把保时捷 酒店有暖系吧一般都有 有 一般都有 有啊 冻死了还 没暖系 你在广东窄估计受不了的 你知道吗 第一年我们我跟阿改来的时候 真的 差点没把我冻死 外面冷 外面冷 屋里更冷 还叫我去吃饭 我都不敢盖两床被子都不敢下床 我妈冻死我了 在酒店越吃越冷 哇 差点 那是酒店那是个小饭馆 就是饭店里面 你来了你说还得住现实最好的 那得五百圆子一碗 三爹每次来都是住哪个地方 五百圆子 你可以搜一下 那个乔城大酒店 儒家 那上次做那个儒家精品 两百多一碗也可以 儒家精选还可以 好一点的两百多一碗 我看到 你别看不起这配线 我跟你说配线 有钱的人乘客都窝了 那三天来了 那天晚上差点没房子 住了都满园了都 没提前订 没地方住了都 一般这边都有的 因为这是北方 知道吧 你实在不行 我带你去住那个湖景房 就是有点贵 那个是那个是暖气 集体供暖的那种 它不是中央空调 它是它是那种烧的暖气 三爹那住的那个儒家精选 一进门就暖和啊 你一进去就暖和 那都是中央空调知道吧 它不是地暖 它不是暖气 湖景房套房也是五百多一碗上 其实房间都不大 房间都不大 那五百多就是多了一个小套间 多了一个客厅很小 五百多在武汉能住个什么水平的酒店 香格里拉能不能住上 住不上 五百多香格里拉应该能住上吧 住不上 五百多一碗啥服 没啥服 没啥服啊 就一个房间 它是一个套房 总统套房知道吧 总统套房的那种套房 什么总统套房 它面积很小的 只是没有总统两个字 就是一个套房 儒家精选 那个套房也是五百多 面积都很小 就多一个客厅 五百多有电视机 看是吧 八十的也有电视 八十的也有 我们住武汉那个叫什么来着啊 那个山洋路那里 那个酒店 那个一千多 小的很 一千多一碗 我收一下 我跟哪里去住过一次 玉 丹丰白鹿 你想要啥服务 那个 你告诉我你想要啥服务 五百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服务你会住 好一点的就是不带套间好一点的就是两百多 这边我能先看看一下 去徐州那徐州有有好的真有好的 徐州没住过不知道 上次我们三天带我们去吃那个自助餐 三天上次那个自助餐那个酒店是多少钱 一碗的 那个酒店好 但是不知道是多少钱一碗 那个估计贵 看着就比较高大上 那比配线的高大上多了 还有一 还有一 我不知道是多少钱一碗 三爹在 他退出去了就没进来了 三爹不在 上次他在徐州开了那个房间好估计很贵 你说的又跟我说的又是另外一个 哪一个 我我说的是那个我们是去自助餐的 我知道呀 我知道呀 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浴室对着那个湖的 那又是一个 嗯 是两个 有温泉没有呀 自助餐酒店啊 有温泉 这边有玩的早去玩了 还不还天天呆着 海鲜自助 啥玩的都没有 三爹带我们去的 我跟你们说吧 到徐州都是三爹带我们去 知道吧 三爹安排 去这里去那里 我们都不知道 泡澡 哎 雷哥 你来了我请我请你去泡个澡吧 给你戳一下 真的 你在你们那估计没有戳的 也没有泡澡的 我带你去把你三十年的老泥全部给你戳起来 帝王蟹乱是没有帝王蟹 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很长脚的那个蟹蟹 我们过几天要去的 阿拉斯加呢 你说我们去过几天去开直播吗 过几天我们要去 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 今天才礼拜二 我的妈呀 有 有 昨天还给我拍了帝王蟹 268 多少呀 我给你看 是268还是288 一 一斤是吧 嗯 开呀 不太想开 我叫三爹跟我留着 开我得注意 嫂子和那小孩都不出镜的 我那天都不小心拍到了 那天吃低过鸡的时候 看得到吗 你看得到吗 这杯 海鲜自助 哪里吃有点浪费 他都不吃海鲜 进去淡炒饭搞一碗 哈哈哈哈 他吃他吃海鲜自助有点浪费 那个你来了我带 不 你来的时候都关门了 你那个时候你过年来都关门了 而且没有错的了 只能 只能 怎么了 明天去 明天去干嘛呀 漫漫他们都上学的 他们还没放假 你快去洗呀 快点 我不知道 我也没吃过 三爹做这种海鲜 他可会做了 他会 他会切 会做就是摆盘也摆得可好看了 就跟餐馆一样 他可会做这个海鲜了 他会放尿知道吧 他拿那个那个虾 拿个筷子 可能是做海边的关系 他们那里都吃这种海鲜 那个虾的尿就飙出来了知道吧 他可会做这种海鲜吃 我是不会弄 我今天做那个圣子刀还是三爹 我模仿三爹复刻三爹 做之前我开直播之前 我还问三爹怎么怎么做 怎么怎么做 妈的还是忘记炒豆瓣酱了 还是没做好 三爹其实那个菜里面的豆瓣酱的味道不是很浓 雷哥你来了就是出一出二肯定这里澡堂是没有的知道吧 都关门了 出三出四开始就有了 但是没有出早的 因为出早的都是都是河南的 都回家过年去了 要过完十五基本上就会来 来你要是去的话 只能你帮我出我帮你出 我那个手法应该还是可以知道吧 你那什么破早堂子你带哪个去 把你泥全部给你搓下来 你背后泥 让你看一看你三十年的泥有多少 哎呦我脏死了 哎呦我妈呀 胃有点要撑破了感觉 如果有很多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打包带回去 保存起来 他没搓过的话肯定多 哈哈哈哈 那不用说 用那种最便宜的那种 没搓过肯定多 那又要有很大的劲知道吧 你吃不吃力啊 不用泡一下就能搓出来 雷哥你吃不吃劲呢 哈哈哈 你快点了十一点了 是又没有弹幕了吗 是又没有弹幕了吗 有有羡慕你来我也帮你戳 你来我也帮你戳这都没什么的 好吧 我真没吃过那些玩意我也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去洗澡洗脚洗脚洗了两次是吧 我们四个人一洗一洗就是两千块钱 四个人一洗就两那妈的我们就洗个脚就洗了按摩 脑里他妈的洗脚按摩还要採耳他逼是真多 我去我去洗脚三天没事请我去洗脚 我都要採个耳然后呢还要修个脚 三天说你扳个火罐吧刮个沙那我不搞 我们四个人每次他妈的两千块就洗个脚 回直屋不吃鱼吃鱼啊 他不吃我他妈吃鱼吃了半个月都没吃到 他救不住 刮沙舒服啊我刮不了我是 我是敏感肌知道吧我有那个皮肤化痕症 你看我我真的一生的病了我真的一生的病 屁股有臀肌乱缩症皮肤有这个皮肤化痕症 现在脑子也不太好死脑瘫估计也有脑梗这一类的 敏感肌真是敏感肌皮肤化痕症我以前我现在感觉好一点了 我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阿改都知道我这个我这个皮肤可以写字的 你只穿没有那么快玩一把你别玩了11点多了那么贵怎么贵啊 你还是用宝宝精水我现在用大宝大宝宝和灰哥我现在是大宝宝所以用大宝大宝sod me 大宝大宝大宝 老你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 我他妈才悲惨 你还悲惨的一生 是浑身是病的一生 以前还剩结石 阿改把我救回来了 我妈都不敢救你的 后悲了我 广告实际都不记得 妈妈让他疼死他 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 我冲的鱼是斗鱼给我吞了 你看你冲错过了 洗脚 反正每次咱没钱我也知道 我也不知道三天开车去哪就去哪 然后去了下车洗呢 我都不去洗了太贵了 罚不来 没错那你问客服 那你问客服 你问我没有 你肯定是充错了呀 不充错怎么可能没了 洗脚298 罚管30 832 这是我最贵的一次 现在还记得 我是喜欢踩耳 知道吧 我真喜欢踩耳 我说到现在 我好久没踩耳了 我好想踩个耳 我约一下什么时候做头发吧 雷哥 跟疯子一样 雷哥 你来了能不能请我踩个耳 你敢把雷哥吓得不敢来了 一下这一下那的 我跟他搞不清楚 别的我不要 你就请我踩个耳行不行 不过分吧 账号没弄错 我看了 那你找客服 打完了吗 不怕 特别是我 就是那个毛毛 在你耳朵里面转转转转转 那个叫什么 AD AD 什么S啊 那个炉类什么呀 还满夫哥 AMDS 是什么 AMRS 发现7号分身 拆耳水 没有水呀 拆耳怎么水往里面挂呢 嗯 那个柴耳那个毛毛 在你耳朵里面转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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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拆耳很疼 油耳 油耳也要清洁呀 自己搞个面签跟那个别人跟你转不一样 我叫阿改买过一套 在那个淘宝上 在某宝上买过一套 自己转没感觉知道吧 那必须要别人跟你转 拿那个毛毛给你 转呀转呀转 转呀转 一转那个耳朵里面一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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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爽死了真是爽死了呀 下次回武汉你请我采一个行不行 哦不ok 我们不搞不搞糖产那些玩意儿 都是正就是正规的柴耳 自二八景的柴耳 没钱 踩个耳二十九块钱 你跟我说没钱 我回武汉真的 那个洗脚的地方踩耳二十九 但是他不跟你单独踩知道吧 他必须你去洗脚 你二十九给我 我帮你踩 你 你的妈的把我 掏弄了 我以前去 我以前想踩耳了 我都去洗个脚 然后去踩耳 其实是为踩耳去的 但是他也不单独给你踩 你必须洗个脚 你踩过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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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耳这个东西真的有盈的 你没有踩过我呀 你没有踩过我呀 没有踩过我我不好说 反正我觉得很爽 你听闻啊 形容这个 二十 二十多就二十多呗 你怎么要你去洗 你要拿东西吃 不是我看看还有什么 都没吃 你看过那个耳科造一声都没有 把你自己弄啊 你看过那个耳科造一声都没有 就是掏耳朵 把那个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坨 耳屎从耳朵里面掏出来 那个感觉 哇看着就爽 把那个耳屎捏出来 哇擦 那酸爽 真的很解压知道吧 从慢慢的从那个耳朵里面 把他抠一点一点的抠出来 一点一点的抠出来 是不好 但是他我说的那个 掏出来是那个 是专门采耳的地方呀 我也是专门采耳就是 专门采耳的地方把它贵一点 是啊 专门采耳的地方一百多 那你是加了项目的 你要是存采的话 可能 我们这里就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像是 五十八还是六十八吧 不半卡半卡 还要便宜一点 也有有耳的 雷哥你看过没有 那个 就是 哎 我不能在直播间放知道吧 真的很爽 很解压 你们那分油耳和干耳是吧 油耳朵像你这样的油耳朵就贵一点 因为费事一点 你也是呀 阿嘎也是 其实掏耳朵都无所谓 主要是那个毛毛 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 是稀的 我跟你说 掏耳朵 我觉得都还好 就是那个毛毛在里面转的时候 是最爽的 知道吧 就只是为了那转 转 阿嘎人家帮我掏耳朵吧 我受不了了 我要下播了 各位们 不能说了 再说 我要睡不着了 我要我要去看那个掏耳朵的视频了 肝耳朵还费事啊 肝耳朵不费事 你们可以搜一下 你们可以搜一下 就是 耳科照一声 你们可以试一下 爽的鸭皮 好吧 话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就明天见了 啊 哥哥们 11点了 雷哥 新河海南 油燃天神 油燃天神 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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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